这两颗星有的朋友要注意了 你的副业可能到最后 会赚得比正业还多 财博宫他有露存 他有露存 他没有天机 有一颗就不错了 要两颗都种 要两颗都种 我告诉你 雅兰 这两颗都种的是谁呢 谁 就是本大爷我了 好漂亮啦 请问一下张善书老师 什么紫威命格的人有偏财运 过年嘛 每个人都想要偏财 对不对 所以今天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财博宫怎么样的组合 会有偏财运 好 我看两位的财博宫 两位美女我看到了 好 来 我们看第一个 财博宫有 秀惠没有 玉芬算一半 因为他财博宫的对宫 有一颗天象 所以算有一半 有两颗心都在 财博宫的朋友 直觉敏锐 偏财跟直觉很有关联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 有这两个都种的人 因为直觉敏锐了 反而容易亏大钱 为什么 比如说 今天有人去玩股票 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直觉选一支 这是跟乐透选号码一样 种了 结果种了都高兴了 对不对 就开始沉迷下去了 觉得我都靠直觉就可以 十读九输 对 你直觉再敏锐 你也不会每次都种 对 结果反而因为一开始就种 最后反而输得最厉害 所以我要提醒 这样的命格的朋友 你偶尔玩一次直觉 中了 你要停一下 不能马上再玩 有的人就是因为中了大奖 反而输更多 就是他开始觉得 我自己天降好运 怎么样都一定会赢 但是不行 这是几率问题 所以直觉越敏锐 就越小心 不能沉迷下去 尤其是跟天门赌有关的部分 小赌移情 大赌上升 好 再来第二个 天父 你对了 加上了天月 对吧 天降财神 而且这个财神 有时候怎么降下来都不知道 我看到秀惠友 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这两颗星一起 我曾经在上海 帮一个外商公司总经理 看榴莲 他的财博工就是两颗星都有 我跟他说你今年流年 你这个偏财运很强 但是今年流年正财不好 我被他笑你知道 他说老师你实在很不准 外商总经理 我正财忘得要命 然后我从来没中过任何偏财 我连乐透都没买过 他说我不准 我也笑一笑 说没关系 哪一天你回来找我再说 不到半年他就来找我了 他被属下逗掉了 从总经理的位置 说老师我现在怎么办 你看政财突然没了 他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跟他说 你看我说 今年你的偏财运很旺 他说那我偏财从哪里升 我说偏财不是在哪里升 而是你现在既然斗掉了 时间很多了 以前那么忙 干脆去旅游 比如说现在有人找你去玩 你就去 而且越往西走越好 又过三个月他又来找我 他说老师 这时候他来的样子又不一样 他说老师 你怎么算得出来这个部分 你知道我赚了多少钱吗 这三个月 他赚了两千万人民币 我先提醒各位一句话 本来斗掉他的那个属下 是小人对不对 可是他说我超感谢他的 他把我斗掉了 我才有机会赚这两千万 十年不用上班了 你看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的属下 约我去成都玩 我就去了成都 这十几年前 大陆正是房地产最旺的时候 去的时候 人家说总经理来了 就跟他讲 这边有一栋大楼 整栋要卖 问他有没有兴趣 他想一想 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开除了 又不能讲对不对 他就说好好好 来我去看一看 把他记下来 接下去又有人找他去北京 他去北京 在跟人家吃饭聊天的时候 讲到这件事情 竟然隔壁桌 还不认识的人 有人问说 成都有房要卖 我有兴趣 他就做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就赚两千万 整栋大楼人家买掉 可是你看没有失业 怎么会有这个 所以我们讲 命运最奇妙的地方 就在于 当你以为三穷水净之际 往往正是柳暗花明的时候 是 可是你敢不敢去面对人 比如说你今天被人家开除了 你会不会觉得好丢脸 人家都在笑我 不敢出门 结果这时候人家来邀你 你看到小人跟贵人 你往往搞不清楚 到底是谁 所以各位知道 那时候我也亏钱亏很多 结果他赚那么多钱说 老师 你怎么这么准 我说当然了 来啦 我现在也缺钱 你投资我吧 他变我股东 我也渡过我的难关 现在喔 对啊 十几年前 所以人生你永远不会知道 贵人在哪里 往往是你在最倒霉 最失忆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真的 所以很有趣 对 所以这个故事是我二十几年 印象最深刻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投资我 对不对 老师 所以人在失忆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们沉浅跟沉淀的时候 没有错 可是你看 我刚刚讲 如果他躲在家里不出门 这个财神不会来 是 可是他出门了之后 他必须还要装 他不能出门说 我现在失业了 你们有没有人介绍给我 贵人都不见了 他要装着那个总经理的样子去 因为属下邀他去的 人家才会補好坑的乎衣 对 对不对 有人说总经理要来 我们这里投资了 结果整栋楼要卖 你看看 他把他当笑话带到北京 竟然人家就要买 所以人称很难讲 对 这一点就是 天降财神 往往是在你最失忆的时候出现 来 还有第一名 越失忆的时候 越要整个碎碎的人 气要提起来 对了 气 没错 气要提住 没有错 你如果出去 因为头到臉 每天在唱水 没人 对吧 连鬼都怕你 不要说贵人 是不是 可是你让自己充满了正能量 出去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而第一名还没讲 好 来 天机加上鹿虫 对 公算不算 算 我来看一下有没有 有人中了 没有 我来看一下 是看一下 来 看一下 好想中 中了 没有 他 你看好不好 折断 最近都没中 来 我可以帮你啦 我可以帮你一下 来 我看 帮我看一下 财伯宫 对不对 好 我看到你的天机 现在帮你移一下 移两格就中了 你看 我跟你讲你这个比较厉害 那个赌龄要移六格 你只要移两格 那我就安慰多了 对 好 这两颗星有的朋友要注意了 你的副业可能到最后会赚得比正业还多 财伯宫他有露存 他有露存 他没有天机 有一颗就不错了 要两颗都中 要两颗都中 我告诉你 雅兰 这两颗都中的是谁呢 谁 就是本大爷我了 好漂亮啦 为什么 我今天也要告诉各位这个故事了 因为我本来是在科技业嘛 所以我以前算科技新贵三十年前 可是科技业 老师在科技业的时候 黄仁虚还是南台湾小姑娘这么大 他跟我差不多年纪了 是喔 差不多年纪了 对 但是科技业各位不要羡慕 科技业很辛苦 很操 折旧很快 因为变化太快了 所以科技业的人都觉得糟不保戏 结果我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研究算命 所以我在当年科技业可是有名的算命小王子 常常顺便帮人家算一下命 你们科技业的人会相信算命吗 科技业非常信 我刚讲科技业变化很大啊 对不对 不会比演艺圈变化还小 所以大家都很信 那我那时候再帮人家算一算算一算 我就觉得奇怪 虽然那个跟薪水比起来很小 对不对 可是我发觉每个人都很相信 这应该是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慢慢到了最后 我40岁创业的时候就决定做一个网站 来把算命发扬光大 你看是不是我的副业就变成正业了 对 因为像天 如为科技网 因为像天机这一颗星 喜欢动脑筋研究东西 所以我做管理不行 因为我这个人心太软 没办法当黑脸逼人家 可帮人家算命很受人家尊重啊 对 所以天机这样录存 我反而就把副业转正了 现在科技业每个人都是我的 不能说每个人都是我客户 大多数人都是我的客户 为什么 他们就说你是科技业出来的 你看起来比较可信赖一点 所以各位没想 我刚刚不断地强调就是 天无绝人之路 是 路是人走出来的 可是你一定要去了解自己的命格 然后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加油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杰克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